期限的話下個禮拜是期中報 所以我們繳交期限我給各位比較寬的時間 大概還有14天又8個小時 就是Daylight大概就是 也就是說你繳交的期限就是下禮拜五 以前要繳交這個報告 報告的內容基本上就是你去抓那個像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 我是舉這個例子 當然你不要跟我做一樣的 那如果你要盡量拿高分的話 基本上我是希望說你找的題目 越跟我不一樣 或者越有創意 越能夠體現你想要表達的 我覺得會給比較高 但如果你做的跟我基本上沒有差太多的話 那我給你一個比較基本的分數 原則上是這樣 當然如果你覺得太難 沒關係你可以做什麼自行車切到 有沒有像機車啦 汽車好像台北市都有 基本上格式好像都差不了多少 然後我希望能夠得到的結果 可能就是至少你要想到用哪些函數可以解決 可能你要取得資料的欄位的那個公式 那裡面第一個我希望至少你要有函數 其次的話就是你的樞紐分析表 把那個也許你希望統計的那個報表 那個表格把它秀出來 另外的話最後把它視覺化呈現 那當然就是透過樞紐分析圖 大概主要這三個 那那個有關聚集跟VBA部分的話 算是加分 那當然如果你希望你分數高一點 你就多想想看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自動完成的 那甚至上個禮拜講那個3D地圖 如果你想要比如說像那個竊道 到底熱區在哪裡有沒有 其實用好像3D地圖來呈現感覺也還蠻好表達的 因為這個如果假設數字放在地圖上呈現 反而更能夠直覺的體現說 哪個地方那個竊道案件最多感覺更直覺 因為有的時候你給一個地區的名稱 你還是要去思考說這個名稱到底指的是哪一個地理位置 那可能很多人對於那個台北市雖然12個行政區 可能有聽過 但是不見得一定知道說它的方位 或者它的這個東西南北之類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用地圖來呈現的話 那當然相對一定會更能夠表現出這個資料 它所要這個呈現的那個直覺的意義 我覺得盡量讓那個數據不要太難理解 越直覺越好 這樣人家馬上就原來住哪個區域 是最容易失竊的有沒有 那你慢慢可以整理出一個關聯性 跟什麼有關有沒有 像我後來發現那個汽車竊道有沒有 好像跟那個如果你住在河堤附近 好像因為很多人會把車停在那個堤外 那堤外附近的那個竊道案件熱區 我有畫個圖 那個熱區好像最容易失竊 那自行車我發現好像都是在公館附近 因為公館附近騎自行車人最多 那一定是熱區 這覺得無庸置疑的 所以我是希望說 你可以在設計這個問題過程當中 你可以先假設 假設 我覺得可能 但你這個假設的結果 跟你最後做出來一不一樣 你心得裡面可以交代一下 我覺得我可能第一個也許像什麼 我做那個 比如說台北市的那個 有個搶奪有沒有 那搶奪的話 你第一個時間想說 哪裡比較容易被搶 那你第一個想說 我覺得應該是萬華區 對不對 或者是西門町 有沒有 OK 假設啦 最後做出來的結果是不是一樣 如果一樣 那當然表示你的推論是對的 OK 表示你的想法沒問題 但是如果結果不對的話 那也許可以再延伸想想看 為什麼你的那個 假設跟最後結果不一樣 是不是有時候反而會被那個新聞媒體誤導 因為有時候你Google搜尋那個新聞 有時候新聞好像都會把某些 這個區域給醜化 有沒有 好像你一定 比如說你打個萬華區好了 你看出來的新聞 絕對應該都不是好新聞 不會說萬華區有很多的那個 這個什麼 一些比較好的古蹟 文化古蹟之類的 好像跳出來的都是比較負面的 比如你想到萬華會想到什麼 什麼 疫情 疫情 對 疫情怎麼來的 之前好像還會想到什麼 摸摸茶 什麼阿公店之類的 好像感覺整個就萬華區好像感覺就被 當然萬華不是只有那些東西 還有一些比較好的東西 當然就是會被因為你的負面形象更多 而造成這個結果 但是新聞媒體也有參考價值 可是現在新聞媒體有的時候不見得是 會是完全可以體現 有時候反而那個新聞媒體背後是有顏色的 好像有顏色的居多吧 好像比較沒有顏色的 好像就是 所以有的時候你看這些新聞 你還要去想說 第一個這個新聞是不是業配 有沒有 我直接這個好像業配 第二個的話這個到底是 哪個媒體出來的 是什麼綠媒 紅媒還是藍媒 什麼反正不管 你就會覺得說 到底新聞發生什麼事情 我只是想要知道一個 比較公正客觀的結果 好像很難耶 所以取而代之的 可能你還是自己要有一個能力 就是說你能不能找到真正正確 比較客觀公正的一個答案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具備有那個 大數據分析能力的話 我覺得那你可能會被那個 整個這個大媒體給帶著走 最後被人家帶風向 其實你會發現網路上 真的太多一些假消息 假訊息 假新聞 到一衝刺者 當然你有沒有辦法辨識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接下來的話有關那個 每次上課吧 一樣我會把那個影片放在 這個我們Moodle裡面 這邊都有一個 那其實我也會稍微看一下 當然你這邊有個連結吧 你把它點進去 其實每次上課 那上次上課基本上就四個影片 那首先 當然好像我發現大家最 看最多的好像是這個 熱點夜襲 然後最後 其次好像就是那個3D地圖 所以你問你對上個禮拜那個3D地圖 怎麼去操作 因為那個操作只要你一個地方做錯 那基本上就做不出來了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說 3D地圖只有是最新的版本才有 你舊的版本可能沒看 沒看到表示說你的版本不是最新的 OK 另外的話在Mac上面也沒有 而且它也不給 OK 即便是最新的也沒有 我是覺得Mac等於所有版本 不是不能用 但是它很多地方就是95%都有 但是那個5%東西不給你 你最後做出來就是掃東掃西 然後有時候你也沒辦法解決 因為網路上也沒答案 因為源頭就是微軟就是好像故意 所以我在猜這個我個人的應該是要留一手 因為有的時候你不留一手 那這樣的話大家為什麼就會 因為畢竟微軟最大的還是Windows 對不對 它Windows市場如果假設說 我的Windows上面的Excel 跟Mac上面的Excel都一樣的話 那我剛剛用Mac就好了嘛 我也沒差 可是問題如果假設它用一點點手段 這樣的話可能會造成市場 對用Mac的人會講說 用Excel實在是很 這個很很卡或者是很麻煩 算了還是想辦法 那只是為了那5%的功能沒有 那實在是也沒辦法 其實我之前我自己也有一台Mac 不過最後我還是把它灌Windows OK 為什麼因為每次光要解決那個5%的問題 就是蠻麻煩的 那工作裡面不可能說 就那5%你網路上找也找不到答案 那乾脆算了啦 OK 所以有的時候如果你不想麻煩 但是你說有沒有辦法解決 還是有啊 你不要用Excel嘛 對你有這個就是 有破例一點說不要 我自己用別的 那你用很多嘛 有Libout Office也有Open Office 甚至有Google試算表嘛 對都可以取代啊 但問題就是說 雖然說其他都可以取代 可是它用的程式語言就不一樣了 它有聚集 它也有 它不是叫VBA 像那個Google試算表 它又另外一個取名稱 很像 它有聚集錄製 但是它錄製下來的叫GAS 叫Google 另外一個名稱叫Appscript 它其實背後就像Javascript 那你說一不一樣 其實完全不一樣啦 OK 那好不好學 我是覺得倒也OK 因為其實我在另外一個課程 也有把VBA轉換成GAS 可不可以 好像其實差不多 只是換個物件名稱而已啦 大體上是差不多雷同的 所以假如說 你希望能夠延伸多學習 那基本上程式很多都差不多啦 那你說換成Python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只是Python它寫很多程式 它沒有視覺化工具 那今天的話也許我們接著來看 所以請各位待會幫我開一個 另外一個練習檔 151這個 就是 截取瓜糊中自串 那這一道題可能比較簡單一點點啦 但是 這個練習題的話 它大概會有幾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注意的 151 就是截取瓜糊中自串這一個 那打開之後的話當然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檔案裡面的話 這個事情完成了 那你們可以看到 基本上 如果原來本來就有這個公式 你把它疊著掉 那主要我是希望給各位示意一下 就是說呢 這個上面呢 有沒有看到它其實 基本上就是把A欄裡面的那個 刮糊中自串 把它提取到B欄的這個動作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呢 B欄的這個範圍資料 從B2到B10 delete掉 那如果假設 我想要得到一個結果 就是把瓜糊裡面的自串 這個文字呢 放在B欄的話 那當然不是叫你土法煉鋼 土法煉鋼 點兩下 有沒有 然後選起來Ctrl-C Ctrl-V 貼上 那很多人每天都在做這種事 可是我覺得 如果你假設每天都這樣做的話 當然目前這個資料很少 只有9筆 你可以 有瓜糊好像沒有幾個 好像只有6個 那你可以Ctrl-C Ctrl-V Ctrl-C Ctrl-V 可是如果現在有900 9千 9萬 甚至90萬 900萬筆的話 那我想你應該就不會想要做這樣的事情了 所以接下來的話你們想想看 有沒有哪一個 哪一個那個 就是 函數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其實這個問題呢 跟前面我們做過的有一題還蠻類似的 就是那個什麼 而且比較簡單 就是前面有做過那個路接道 有沒有 哪一條路接道 我們是先取前面的字跟後面的字 把中間的字取出來 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今天要解決這個問題 該怎麼做 那這一題當然我們分成三階段 第一階段 就是先產生一個函數 的公式 所以就把它打在這裡 把它提取過來 提取過來 第二個的話 因為如果假設這件事你每天都要做 可能有很多同樣的資料 那假設你不想重複做的話 那所以我們需要第二個工作表 就是錄製去期 第三個如果我不想要錄製去期 我想要自己寫程式的話 那我可以變VBA 所以今天這個練習的話 主要有三個階段 函數、聚齊、VBA 那請各位先想想看 第一個問題 答案該怎麼做 當然提示一下 第一個 可想而知你可以插函數 用文字類的函數 第一個可以用什麼 用phi phi什麼 phi錢瓜糊的位置 然後找到的位置呢 其實我只要往後推一個位置 那就是我開頭要的位置 第二個的話 再把這個phi的結果 放到mid函數裡面就可以了 mid就是切割 我跟他講說 我從那個瓜糊的下一個字開始取 取幾個字 我只要算出這裡面有幾個字 那這樣我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答案了 有沒有 OK 但是可能會有第三個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裡面有的有瓜糊 有的沒有瓜糊 沒有瓜糊他會發生錯誤 所以如果發生錯誤的話呢 那應該怎麼解決 這裡請各位先思考看看 總共這一題應該會需要用到三個函數 分別是find跟mid跟ifl 當然啦 你說老師那可不可以有別的解法 絕對有 只是說我想到的是這三個函數 但如果你有想到更簡單的 也可以啦 你可以試試看 甚至你可以告訴我說 老師我想到更簡單的方法 我告訴你一下 很好 OK 我絕對相信就是絕對有別的方法 因為可能每個人的邏輯 每個人左腦右腦發達程度不同 有的人可能會先想到用理性的方式解決 但有的人用腦要發達 可能他比較用感性的方式解決問題 反正都可以解決問題 你想想看怎麼做比較好 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來看 我們會分三階段 所以需要 待會可能又需要複製不同的工作表來完成 試一下